我相信 我可以 有目標就往上爬 你相信 你可以 勇敢的往前衝拔 有想法就有辦法 有辦法就不用怕 我們一起到達 是No.1 強大的企業家 超越表現的力量 我們一起到達 是No.1 強大的企業家 超越表現的力量 我相信 我可以 有目標就往上爬 你相信 你可以 勇敢的往前衝拔 有想法就有辦法 有辦法就不用怕 我們一起到達 是No.1 強大的企業家 超越表現的力量 我們一起到達 是No.1 強大的企業家 超越表現的力量 wonderful Hello 線上的朋友們 大家晚上好 歡迎來到我們成功企業家 讀書會的FBLive 是的 又來到了這個星期五的晚上 大家晚上好 我是YYC的Lester 是的很開心呢 今天又能夠在這裡 和大家一起的學習 一起的成長喔 是的非常的棒 那么呢在我们这个直播正式开始之前 那我们线上的朋友们 我们先来打一声招呼好吗 是的让我们感受一下彼此的同在 因为我们隔着一个屏幕嘛 对不对 那么呢线上的朋友们 不管你是刚刚进来的也好 还是你是第一次看我们 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的直播都好呢 能不能够在下面的留言那里 就是告诉我 写一个嗨给我 或者是写一个晚上好给我好吗 是的 那我们来打一声招呼哦 是的 那么今天呢在你打招呼的同时啊 也别忘了记得把我们这个直播分享出去 是的把它分享出去 因为呢今天你只要把我们这个直播分享出去 然后再text三位朋友 是的三位朋友哦 你就可以免费获得今天这一期的成功企业家思考手册 是的是免费获得哦 而且呢大家也别忘了 记得一定要留守到我们这个直播的最后 为什么呢 因为呢今天我们已经准备了非常棒的好康 要带给大家 所以今天线上的朋友们 记得一定要留守到这个直播的最后 而且呢同时间也把这个直播分享出去 然后再text三位朋友 你就可以免费获得成功企业家思考手册了 好大家晚上好哦 那么今天呢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啊 或许一些刚刚第一次进来的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的朋友们呢 可能你们会很好奇 咦到底什么是成功企业家读书会呢 它到底是什么来的 那其实啊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呢 与其我来告诉你它是怎么样的 不如让你来亲身体验一下它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更好呢 那今天呢我们成功企业家读书会呢 这一期将会播放的这个video book 它就是我们台湾市值最高的公司 同时间呢也是这个台积电 这个啊就是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 OK也就是台湾呢最大的半导体公司 成产公司张忠谋它的自传 那它里面它的自传 它所谓带出来的故事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来我们事不宜迟 马上进入我们的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看看到底video book是长怎么样的 当中文说他回想到最近这几年 那有一次呢跟一个美国的CEO来台湾谈case 那事后他们在做商业的交流 在交流当中他不自主地引用了 希腊女神卡山德纳的一段话 结果这位美国的CEO吓到啊就问他说 哎你怎么会懂得希腊神话呢 张忠谋先生说这是几十年前他在哈佛读书的时候 读到河马里面诗篇的一段 那里面的内容呢就让他记忆很深刻 这段话呢就让对方那位CEO佩服不已 所以各位如果你想成为国际人 你想走国际市场你要拥有国际观 那我建议更要有国际学士 走到哪里跟人家聊一聊 除了提高自己的程度以外 绝对能够拉紧你们彼此之间的距离 各位伙伴大家午安大家好 那非常欢迎各位伙伴一起来参加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聊 最近这一年半因为疫情的关系 但是呢在台湾却成为全世界最红的一个企业 也被称为台湾护国神山的台积电的董事长张忠谋 那我们常说坏习惯是生命当中最大的怪兽 但好习惯却也是推动生命成功最重要的推手 从小好习惯的养成成为一辈子的影响 我们称这个为打地基 地基打稳了 未来的房子架构才不会产生动摇 所以在教养好不如习惯好的这个部分 我们看到了张忠谋先生 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养成的四个好习惯 包含了读书 详解 找到答案 面对问题 尤其读书写作跟记录 这个他从中学到他读大学 甚至他未来到职场上 从来没有间断过 这都是他打好他成功最重要的基石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中国战胜了 张忠谋父亲呢 非常开心带着一家老小 从重庆返回到上海 而张忠谋也考进了南洋模范中学 简称南模 那这所中学呢 在上海是数一数二的中学 尤其这所中学是专门针对数比这些科系为最主要的 所以大部分的学生毕业以后都是考进有中国麻省理工学院之称的交通大学 所以大家也开玩笑的称南洋模范中学是交大附中 交通大学的副主中学叫交大附中 那张先生呢 自己一辈子从来没有读过交通大学 可是在台湾居然成为交通大学的校友会之一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说 张先生你曾经读过南模啊 那不是我们交大附中吗 所以他就因此被成为交通大学的校友会会员之一 这真是一个意外又可爱的小插曲 虽然战胜以后的上海的生活 短暂的让张先生一家过着舒适跟安定的日子 但他们整个家族用工读书的氛围却不断影响着他 包含他自己的六叔啊 也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 同时就住在他们家 虽然是银行家家境很好 可是全家读书的风气没有少 那再加上当初逃难对于读书的影响 他也没有因为家境变好而懒散 他反而相当相当的用功 他母亲为了增加他的英文程度 还帮他当下在上海找了一个外国老师来帮他补英文 张宗谋先生的英文名叫Morris 就是这个时候因为老师用他的谋这个字所取的谐音 所以除此之外在读书之余 他的这种高层次的人 他也开始学小提琴 打网球 看电影 打桥牌 喝咖啡 各位看起来很惬意 那其实是因为他在青少年当中 父母亲就让他去学习到很多属于国际社交应该学会的能力 所以你看哦 父母亲从小就有往国际这个方向 带领着这个孩子往这个方向去走 当然在这当中 读书写作跟记录一直没有间断过 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书的习惯 但今天我们却能相逢于空中 一起在网路上来分享书中的精华 从成功人士的生命当中学到很多的好智慧 我想这都是我们一辈子受用不尽的保障 话说那个年代 张忠谋先生的最爱 一开始是写作跟读书 为什么 在那个南开中学他就已经开始 为了办一个箭报就开始写作跟读书了 但是乱世当中长辈每一个人的人生经验 对张忠谋而言他是绝对尊重的 当他爸爸跟他讲说 孩子啊 作家这个行业啊 在未来动荡的日子里面可能不容易谋生啊 于是听从爸爸的话 他的学习生涯也开始一连串的改变 对于一家公司有没有在书夫圈 就要看他的老板 我觉得老板就是最高的领导人 我真的是很认同刚才老师讲的 其实comfort zone就是等于danger zone 因为当一个公司在一个comfort zone的情况之下 真的是太危险 尤其在马来西亚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的环境很好 所以很多时候有一个很坏习惯 就是培养到马来西亚人有一点像 等榴莲跌下来这样子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不够竞争的 所以马来西亚的企业家更加要在这样舒服环境之下 因为这个是God bless 但是at the same time 我们也是要可以竞争下去 所以这个是我想跟马来西亚的企业家 就是提醒大家 包括提醒自己就是要不断的走出舒服圈 要踏出那一步 而且是要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seek for more challenges ask for bigger goals 所以同样的在自己的企业里面 当一个部门是有舒服圈的时候 身为领导人要balance 就是要ask for excellence 就是要他们给更好的付出 but at the same time 可以平衡就不只是pressure他们 push他们要的是大家一起成长 第二就是对于新的员工来说 一定是要不断的非常主动的去教导他们 其实公司的未来方向是什么 这些都是要一早跟这些新的员工讲 我们的公司的core value是什么 当这些东西都有不断的在公司execute下来过后呢 这样公司才会有一个不断的追求 梦想不断的跑在前面这样子 我就觉得呢 其实舒适圈这一回事啦 是常常都会发生 好像说无论在任何情况 大家都很容易会躲在舒适圈里面 刚才那一段我们读到的 其实还有一个重点 它就是讲这个伙伴的影响力啊 是看你平时跟什么人混在一起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是 如果你自觉发现你自己已经在一个舒适圈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得看回你常常混的那几个伙伴 因为有时候好的伙伴哦 他会启发你 他会带动你 甚至有时候会激励你 人的东西就会这样子嘛 偶尔你会在舒适圈 然后偶尔他会在舒适圈 这一种互相竞争跟互相鼓励的关系 我觉得也很重要 你如果是常常不发现说没有去检讨 那么你就会躲在一个舒适圈里面而走不出来 然后你就会慢慢变得越来越懒散 所以在这个时候一定要看下你平时跟什么人混在一起比较多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我们把时间活在这一些良朋友的身上会比较重要 至于说我们在新人来到这个工作环境 有没有安排什么受讯呢 其实我只是带领一个团队 但是我会对我的团队里面的团员都要求 至少是他们必须要很快融入那个环境就是效率 就是你学习的效率也好 你工作的效率也好 我觉得效率是很重要 受点他们才会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适应掉了整个环境之余 他们可能可以发挥到的是你之前没有看到的钱 大家在看完了我们这一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的video book之后 感觉怎么样呢 是不是觉得脑袋满满 哇原来我们这一个台湾市值最高公司的这个创办人 张忠谋他的故事是这样子的 他说到成功的话一定要有自律 对不对 那可能呢这个时候你会问我说啊 咦 Lester怎么这个影片这么短而已啊 这个video book 你们的video book只是这样子而已吗 那其实不是哦 因为呢刚刚你所看到的这个video book呢 它只是一个非常短的精华短篇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观看这个完成版的话呢 你可以到你的这个右上角那里哦 是的你的右上角 你就会看到呢那里有一个读书会的网站 www.booksassess.yyc.my 你只是需要呢去到我们这个网站或者你可以在comment那里点击 你就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这个完整版了 那么呢刚刚大家呢都有看到的就是啊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是不是和外面的这个读书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呢 平时啊我们在我们印象中通常的读书会呢都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大家都坐下来一起拿着书一起读 那么呢这时候啊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呢 就用了一个非常创新的方式 它是叫做video book 不过呢这个到等一下我会再跟大家详细的讲解 那这时候啊大家有没有看到刚刚呢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里面就有三位导师在为我们导读 对不对 那么他们到底是谁呢 那么今天啊我们这个三位导师呢 首先就有我们的傅嘉义博士 那么大家你看哦我们的傅嘉义博士 我想告诉大家他真的是我的偶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今天傅嘉义博士啊他是这个中国一百强的企业培训师 是的大家想想看在中国呢有多少的这个企业培训师呢 是不是有成千上万个 但是今天啊他又拿到这个中国一百强里面的这个企业培训师 是非常非常需要有这个成就呢 他才可以拿得到的 所以今天啊我是非常的崇拜我们的傅老师 那大家想想看在我们的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里面 就我们傅老师这样的一位中国一百强企业培训师 来导读给我们听耶 是不是非常的棒呢 而第二位我们的导读老师 就有我们YYC的CEO 我们的总裁 我们的Dati Shin 而第三位呢就有我们的中国报执行总编 一位小姐 那我相信呢 大家有些你们可能是通过这个YYC 我们的这个Facebook专页 就是来看我们这个直播 而你们有一些呢是来自中国报的这个朋友们 对不对 那么大家今天我们通过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呢 就能够让你学习到更多不一样的知识 而且更重要的是今天你会发现到 刚刚你所听到我们傅老师 我们三位导师 他们导读给你的 不单单只是在他们书中的内容 而是里面还融入了他们在这个市场里面 二十年三十年的这些经验在里面 所以啊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成功企业家读书会里面 除了你可以吸收到这个书中的知识之外 你还可以获得导师们的这一些经验 这才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那今天呢 刚刚我又说到 就是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啊 就用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创新的读书方式 叫做VTubebook 那为什么我们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给你呢 其实啊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大部分的人呢 包括像我自己哦 很多时候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都会遇到两个问题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没有时间 对不对 很多时候啊 我们因为平时工作繁忙 然后就导致到 我们可能买了很多的书在家里 一排很多的书 但是呢 到最后我们都没有办法看完 甚至呢 买了又买到最后 都没有时间看 或者是你今天你要看一本书 你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对不对 那今天第二 我们很长的时候啊 我们看书 我们看到后面的时候 我们就忘记了前面 它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呢 又或者是我们看了这本书 我们还不知道 今天其实这本书 它里面讲的东西 它可以怎么样帮助得到我呢 有可能我过后就忘记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啊 这两个问题 第一没有时间 第二读不到重点 它就是我们经常啊 读书的时候会遇到的一种困难 那今天呢 我们这个成功学家读书会 这个video book 它就正好解决了 你这两个问题 今天我们用一种 看电影的方式 来让你就是诚信给你听 我们有导师导读给你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们的导师呢 他是把这些书中的知识 他把它浓缩了之后呢 再把它呈现给你 所以他并不是你会发现 刚刚我们副老师 他并不是一页一页的 把这本书读给你听 不是的 而是用一种很生动的方式 甚至是用一种 就是带路的方式 让你去体验 这本书里面 他所讲的是什么 那么这样子呢 就能够让你更加容易的吸收 更加容易的学乙之用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他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还有这个成功企业家的思考手册 那么今天呢 大家你刚刚可能你会听到 我一直在说 今天你只要把我们这个直播分享出去 然后再type三位朋友 你就可以免费获得我们的成功企业家思考手册了 是的 那么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思考手册 它是能够让你去反思 就是我在书中的这个知识 我可以如何运用在我的企业上 我的生活上 甚至是我哪里可以做得更加的好 哪里我可以更加的进步 我未来的路要怎么走 是的 我们就有这个成功企业家思考手册 让你不单单只是能够听到 学到 看到 还可以做得到啊 所以今天 现在的朋友们 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呢 真的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 就是平台 让我们能够随时随地的 就是补充我们自己的知识 那我们都知道啊 就是人类的这个脑袋呢 就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 今天我们只要有脑袋 不管什么事情 我们都一定可以做得到 对吗 所以其实今天呢 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我们总共有24本 高达24本video book 那可能你会想 哇24本video book 我平时要买24本书的话 价钱也很高耶 那么今天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不是就很贵了吗 那今天呢 其实如果你要成为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的VIP 就是能够解决你这个读书当中的烦恼的话 或者是你想要吸收更加多的知识的话 其实只是需要一个月88令吉而已啊 是的 一个月88令吉 哇 是不是好像觉得很值得呢 那大家其实算算看啊 一天只是需要3令吉而已啊 那么大家来试想想看 如果今天你一天3令吉 你平时可以拿来做什么呢 可能你会杯咖啡 你吃个包就没有了 对不对 甚至可能连一餐饭都可能吃不到 但是今天呢 我们只是需要一天3令吉 你就可以让你的脑袋啊 每天都充满着知识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 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帮你解决了这个时间上的问题 很多时候啊 我们就是因为没有时间看 对不对 可是呢 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就能够让你anytime anyway 随时随地 任何时候都可以听书 都可以读书 那今天大家想想看 平时我们在塞车的时候啊 跑步的时候啊 或者是睡觉之前呢 我们都可以 拿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出来听书 那我们把握时间的时候 让自己吸收知识 是不是来得比玩面子书 更加的有意义 更加的棒呢 是的 所以今天呢 如果你想要抽我们这个 成功企业家读书会的VIP的话呢 非常的简单 你只是需要呢 在我们这个comment下面那里 点击我们这个链接 你就可以马上成为的我们的成功企业家读书会VIP 是的 非常的简单 又或者是呢 你可以就是扫描我们这一个 就是你看我们 你可以看到吗 我的下方有一个就是QR Code 你就可以扫描我们这个QR Code 然后呢 你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成功企业家读书会VIP了 那么这里呢 可能你会问我呢 耶 Lester 你不是刚刚说有神秘的好康 你又准备了很棒的东西要给我们吗 是的 我的确是准备了 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走开先哦 我真的是准备了给大家 那么今天呢 可能大家你会问说 哎 我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一个月88令吉 只是这样子而已吗 那我想告诉大家 今天我特别准备了非常非常棒的这些礼物要送给你 怎么说呢 如果今天你成为我们一年的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VIP 是的 直接成为一年 一样的 只是一个月88令吉 一年1056令吉的话呢 你这样可以获得价值超过2万令吉的这个礼物啊 你什么2万令吉呢 只是1056令吉就可以获得2万令吉的礼物 有这么值得吗 是的 真的就是这么值得 我特别为大家准备的 那么今天呢 大家 如果你直接成为我们这个一年的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VIP的话 一样的 你可以获得我们高达24本书的这个VideoBall 都有 所有的东西都有 包括成功企业家思考手册 所有的东西都有 但是呢 我们还会额外送你的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会送你三场的 线上圆桌会议 什么是线上圆桌会议 那它这个呢 是一个live的round table session 大家想想看啊 很多时候呢 如果线上的朋友们 你们一些是在有自己的企业 你们是老板 是企业家的话 那我相信呢 你们一定会有面对到困难的时候 或者是企业遇到一些问题 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要找谁去说呢 你要 这个时候呢 我相信你一定会很想要有一个教练 或者是有人能够给到你一些很好的建议 甚至能够去引导你解决你的问题 对吗 所以其实呢 今天我们这个线上的圆桌会议啊 就是由我们的傅嘉义博士去主导的 而且呢 我们当场呢 不单单只有傅嘉义博士哦 我们还有来自各种不同行业的企业家 大概有二三十个 那么当然你想想看 如果你在企业当中所遇到的问题 当天你把它提出来 你不单单只是能够获得傅老师 他的引导师的方式的建议 教你怎么去解决你的问题之外 你还可以获得来自不同行业的这些企业家 他们给你一些不同建设性的这些建议 那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棒呢 如果里面大概有三十个建议 其中一个 他或许帮到你的话 可能就真正的能够让你的企业解决了问题 甚至是能够让你的企业带来去下一个阶段 你说是不是非常的棒呢 是的 这样的线上援桌会议 我们就送你 把它送给你 而且不单单只是送你一场 我们还送你三场 那么这个时候呢 除了这个线上援桌会议之外 我们还要额外送你的是这一个Live的线上读书会 入门跳 它是什么来的呢 那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有说到 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是以这个Vidobo的方式 对吗 我们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让你听到 那么今天我想 哎呀 如果能够有大家一起听书 有导师 就是在线上导图给我听 就更加的好了 对了 我们这个线上的这个读书会呢 就是由我们的傅嘉义博士呢 现场导图给你听啊 是的 它和我们这个Vidobo不一样的就是 我们这一个是现场导图给你听的 那么今天现场导图给你听呢 有什么好处 今天第一 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可以直接发问给我们的傅嘉义博士 那么第二个就是傅嘉义博士 他在导图的过程呢 他会用一种引导的方式来告诉你 比方说如果你是这本书的主角的话 你遇到这样的问题 你会怎么去解决呢 是的 以这样子的引导方式 而且更重要的是 刚刚我有和大家说到的 就是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思考手册 很多时候啊 我们这个Vidobo呢 成功企业家思考手册 你就必须在家做 你可以自己去反思 对不对 那么今天啊 当你来到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的 线上读书会的时候 我们就会当场有傅老师 和你一起做和你一起探讨 你哪里应该可以更加的进步 你未来的路应该怎么样走 你说是不是非常的棒呢 而且大家要想想看哦 我们的傅嘉义博士 不单单只是中国一百强的企业培训师 这么简单哦 他还是荣获这个国际教练协会认真的教练 他还是这个国际授权的 授权认证的NLP导师 所有这三个头衔的导师 今天他现场导图给你听 跟他会引导你如何去解决你企业上的问题 你说是不是非常的棒 非常的值得呢 所以真的你看 单单只是这个线上运作会议 还有线上的入门票 读书会呢 他们的入门票已经价值超过一万六千令吉了 是的 一万六千令吉 那不只是这样哦 我们今天还会额外送你 就是一张CEO品红酒品企业的入门票 那是什么入门票呢 它是一个wide night testing的这个session 那么今天呢 你除了可以免费的品红酒之外 你还可以呢 和现场很多的企业家 甚至是成功的企业家 和他们做交流 那大家想想看啊 今天我们做生意 做企业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人脉 就是有企业 就是这种networking session 的这个机会 对不对 那么今天可能你在和这些企业家交流的时候 可能有合作的机会呢 或许是有一些方案是能够非常的帮助到你的企业呢 啊 现在我们会把这个 现这个wide testing的这个session的入门票呢 把它送给你 所以今天呢 不只是这样 如果你直接成为我们这个一年的VIP的话 我们还会特别送给你 这个是真的只准备给 有在线上 现在看着live的你 如果今天你直接成为我们一年的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VIP的话呢 我们将会额外送给你这个我们networking的成功企业家线上研讨会 你看这个是什么来的呢 那么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线上研讨会啊 networking就里面有11个战略 会教大家如何在这个疫情的期间 不单单只是让你的企业有sales之余 还能够会有profit 那么今天如果你只是有sales没有profit的话 感觉是不是好像摆坐了呢 所以今天呢 我们有名师开路 我们一定要有兵数带路 所以如果你告诉我说 Lester我想要只是参加大进讯的这个研讨会可以吗 也可以啊 但是你需要付688令吉 但是今天呢 你不需要688令吉 真的不需要 你想要上的话 我把它额外送给你 你只是需要成为我们的一年的成功企业家读书会VIP 我们就会把它所有的东西 总共价值两万三千多令吉的东西 全部把它送给你 这是很值得呢 所以今天呢 如果呢 你想要成为我们这个VIP的话呢 你想获得这些我为你准备的礼物 很简单 你只是需要在接下来的倒数10分钟里面 马上点击我们这一个 就是comment那里的这个link 你就可以马上成为我们的这个VIP哦 是的 倒数10分钟哦 而且呢 你只有20号 今天我们只限20号 所以赶快的 就是我们倒数开始咯 那么今天呢 在这个倒数开始里面呢 10分钟里面 赶快的点击我们的这个comment那里的这个链接 然后去成为我们的成功企业家读书会VIP 或者是你可以扫描我们你的右上角 或者是你的左下角都有这个QR code 一个不过我们放两个哦 OK 我们放出来给你 那你都可以扫描 你就可以马上的成为我们的成功企业家读书会VIP了 你马上可以获得我们价值两万三千多令吉的这些礼物了 是的 大家赶快哦 手快有 手慢 没有哦 那么今天呢 大家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你对于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的话呢 随时你欢迎你发问 你可以把它写在comment那里 让我知道 那么呢 我就会一一的解答大家的问题了 好不好 是的 那么大家有什么疑问呢 都可以在下面这里发问哦 那么大家记得赶快啊 就是在我们这个倒数结束之前呢 现在剩下9分钟了 赶快赶快直线20号 马上点击我们下面的这个类 又或者是你可以扫描右上角的这个QR code 又或者是呢 你可以就是拨打我们的日线 0193686868 来就是成为我们的成功企业家读书会VIP 是的 今天呢 你只是需要成为我们的VIP 你就可以马上获得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总价值超过多少呢 2万多令吉的这些礼物啊 当中呢 就包括三场的圆桌会议 live的线上读书会入门票 还有我们一张CEO品红酒 品企业 让你不止免费品红酒 还可以就是做networking的一个环节啊 一个很棒的一个 就是入门票啊 并且呢 今天只要你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直播呢 成为我们成功企业家读书会的这个VIP 那我们就会马上送给你我们答定性的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线上研讨会的入门票 是的 原价688令吉 今天马上把它送给你 所以真的不要等了 在接下来的这个倒数最后7分钟多的时间呢 赶快成为我们的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的VIP 相信我让我们YYC还有中国报 陪伴着你一起的学习 一起的成长 好不好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 来我们来看看哦 你都可以在这个留言那里就是告诉我 然后我会一一的解答大家的问题 来我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哦 这个读书会里面有多少本书 哎 这位网友问得非常的好 那么我们这个读书会呢 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我们总共有高达24本的VIP 是的 我这里就写咯 高达24本的VIP 所以呢今天而且这些书啊最重要最重要的重点是 它不单单只是我们随便选的书出来 这24本书呢都是我们的导师 他们精选出来的对企业家最有用的书 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打个比方说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张中萌 它是台湾市值最高的公司创办人 它的自传 它里面有说到一个人要成功 一家企业要成功的话 我们应该需要的要素是什么东西 那好像我们这个Steve Jobs 苹果的创办人 他的书就教我们如何的做创新还有专注 我们的这个李嘉诚这本书 就教我们如何在做事之前要先做人 7-11这本书教我们如何从小做到大 包括呢我们有几些年讲 教你如何把事情简单的讲清楚 然后会有执行力啊领导力啊团队 任何这些只要是企业有的书 需要的这些元素啊 我们所有的书都有都精选给你了 而且这些书都是由我们的三位导师 他们读了之后呢精选出来之后 才把它送就是呈现给你的 所以今天呢你就不需要去担心说 我会读错书啊 或者是我看了这本书之后我看不懂 或者是看了这本书之后 我不知道重点在哪里 我里面的知识要如何的运用在我的 这个生活我的企业里面呢 你不需要担心 因为我们已经把它精选出来给你的 所以事不宜思哦 这个网友马上成为我们的这个成功企业家 读书会VIP哦 来来我看看还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哦 读书会有哪些书呢 诶这个我刚刚也就有回答咯 就是我们搞的24本书 那么这些我们这些书呢 都是由我们导师所精选出来 而且都是对企业最有用的书 当中有包括你刚看的张忠谋啊 我们有讲战略的这个左宗棠 我们有711 有这个Steve Jobs的书 所有所有都非常棒 那如果你想要看完整的书单的话呢 很简单 你只是需要呢去到我们这个读书会的网站 www.booksaccess.yyc.my呢 你就可以看到完整的书单了 那么今天呢 看完了我们完整的书单之后啊 千万不要再等了 马上在最后倒数的五分钟里面呢 成为我们一年的这个VIP啊 因为我们这个VIP呢 你将可以获得总价值超过两万三千多 令吉的这些礼物啊 所以真的不要再等了 马上在接下来倒数结束之前呢 来成为我们这个VIP 那这时候啊 可能你会问我说 Lester啊 我一定要成为一年的这个VIP吗 还是说我可以只是成为一个月的 当然也没有问题啊 你可以成为一个月的 但是呢 我会非常的建议你 就是直接拿我们一年的这个成功结架读书会VIP 因为啊 如果今天你只是一个月八十八令吉的话呢 你可以获得的就是我们的Videobull 我们商务导师 就是导读给你听 有24本的Videobull 还有我们的成功结架思考手册 对的 你可以获得这些 但是如果你今年呢 你直接成为我们一年的这个VIP 八十八块 在完全没有任何额外的费用之下呢 你就可以获得价值超过两万令吉的这些礼物啊 那么大家想想看啊 里面当中包括我们线上的圆桌会议 我们的Live线上读书会入门票 而且呢我们还送你这个免费的品红酒 品企业的入门票啊 不并且这样 今天在线上看着这个直播的你们呢 我们还特别为你准备我们达定性的成功企业家 线上研讨会 所以真的不要再等了 在接下来这三分钟里面 赶快成为我们这一个成功结架读书会的VIP哦 好不好 是的 让我们一起陪伴着你 一起的读书 一起的成长 真的 你看 你只是完全在不加任何的extra的钱之下呢 一年一内五六 一样是一个月八十八令吉 但是你只需要一次过成为我们一年的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VIP 你就可以马上获得价值两万三千多令吉的这些礼物了 是不是你觉得很值得呢 所以今天真的赶快点击我们在下方的这个链接 或者是你可以扫描右上角的这个QR Code 马上成为我们的成功企业家读书会的VIP 来 我看看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哦 那我看到这个网友说 我会要用多久才可以听完一本书 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 那么这个需要多久呢 那其实我们这一个我们总共有高达24本video book 对不对 那么平均呢 我们每一本书平均会有四集 所以一集呢 平均会有三十分钟 那如果你要看完一本书的话呢 平时你想想看你需要用多少的时间 就是可能最快的要几个小时 甚至几天 几个礼拜到几个月 或者都看不完对吗 但是今天呢 在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你只是需要两个小时 你就可以看完一本书了 而且呢 就是里面这些书呢 都是把这些重点啊 浓缩了成精华之后 直接给你 所以你是不是省下了很多的时间呢 是的 所以呢 你只是需要两个小时而已 所以今天呢 大家真的不要再等了 马上成为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点击我们commentary的link 或者是扫描右上角的这个QR code 你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成功企业家读书会的VIP了 真的 赶快在倒数结束之前咯 因为倒数结束之后 将不会再有我们将不会再有我们的这个线上研讨会了 我们将不会再送给你了 这些也是 所以真的赶快赶快购买我们这个我们成功企业家读书会的VIP好不好 来我再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哦 这个几时可以开始参加live的读书会 是的非常好的问题 那么我们这个live的读书会呢 我们在上个月 在这个月的时候呢 我们就成功的举办第一场 那么呢 我们这个反响来自各同不同的企业家呢 他的回馈都非常的好 他们都说啊 就是他们都开阔了非常多的眼界 那么呢 我们这个live的线上读书会呢 这个live的roundtable 他就会呢 在我们每一个月都会有 那么今天呢 你在成为我们这个VIP之后呢 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告诉你 他到底是在几时了 我们会联络你 你就可以选你的时间了 所以接下来呢 在最后的这些50秒里面呢 赶快成为我们这个VIP 不要再等咯 成为我们的VIP 赶快 好的来看看我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这个读书会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这些videable是可以重复读的吗 是的 最后30秒的时间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哦 那么是的 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呢 他是可以让你一直重复性观看的 他是没有这个啊 就是限制的 如果你看一次你觉得你吸收不了 你就看两次啊 那如果你看两次觉得看不好的话 结果你就看三次啊 一直看到你觉得可以吸收为止 所以真的不要再等了 最后15秒了 赶快点击我们下面的这个comment 那你的link 又或者是你扫描右上角的这个QR课 你马上成为我们的成功企业家读书会的VIP 让我们一起陪伴着你 一起的成长 一起的学习哦 好不好 来最后了 time's up 是的 哎呀 说下说下就time's up了 对不对 那么大家已经成为我们的这个VIP了吗 是的 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将不会再有我们这个 Duddy新的线上读书会的这个 送给你了 已经没有了哦 那么这里呢 也要恭喜刚刚所有 有成为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VIP的你们 非常的恭喜 恭喜你们 因为啊 你们已经踏上了成功程度上的第一步 也就是学习之路 所以呢 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啊 是一个真的很好的平台 让大家在节省时间的治愈 还能够让头脑充满满满的知识 所以今天呢 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呢 直播已经来到了这个尾声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啊 对不对 那么呢 希望大家今天能够通过我们这个成功企业家读书会 有所获益 我也非常的开心呢 能够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一起的成长哦 一起的学习 一起超越自己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我们这里先说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相信 我可以 有目标就往上爬 你相信 你可以 可以 勇敢的 往前 重拔 有 想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